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先给它定义一个空的东西,就让这个action,咱们的一个行动它是有四种的,我们等于numpad.zeros 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把它做的方向都定义出来 我们通过这个环境里边我们设置了一个na,na表示啊就是说它是有几个方向,这里啊这个na它就是等于四的 我们还给它smp一下 numpad.zeros啊,zeros这块还要再写括号 这个zeros写错了,zeros应该是 那么现在咱们就把它的一个方向写好了,咱们现在一共是有四种方向 然后呢,对于这四种方向分别要进行一个计算吧 就是说哪种方向好呢,我们写一个4a,因咱们的一个runge,就是每一种咱们都进行计算一下 runge谁呢,runge一下咱们这四个方向,这个值啊,它就是等于四的 在这里啊,我们就要计算它的一个结果了,就是说 首先呢,我会先把,在环境当中啊,先会把一些值拿出来,就是 咱们的一个转移,咱们的一个概率值 就是说,对于六的一个方向啊,它往二移动的一个概率,往五的一个概率 往十和往七的一个概率,分别等于多少 咱们先啊,默认让它等于一,就是说 往什么,往任何方向啊,它的一个概率值是相同的 然后呢,它移动完之后啊,就是 比如说你是往上移动了,往上移动完之后啊 我们是不是,比如说一开始六,我往上移动,下一步它是不是就变成二了 咱们还有写一个necess state的 这些值啊,咱们都是要在这个环境,就是这个env当中去拿出来的 咱们在环境当中啊,已经是编好了这个东西 然后呢,还有一个reward的,就是咱们获得的一个奖励啊 除了咱们的出口是零,其他都是负一 然后呢,还有个但,但的意思啊,就是说 咱们这件事啊,做没做完,如果说你是达到了出口,它就是等于一个true 如果说没达到处啊,它就是等于一个false的 然后呢,我让它啊,就是啊,for循环,for他们因什么 for他们因这样一个env,就是咱们的一个环境里边 咱们的环境里边,其实咱们就按照这样一个 它的结构书写就可以了,然后把它的一个当前的一个状态拿出来 在当前状态下的,然后执行了哪个action,把它的结果拿出来 在这里呢,我就把它的一个转移概率,以及它下一个达到的一个状态 以及呢,获得奖励是否结束,都会拿出来了 都拿出来之后啊,我们要根据那个贝奥曼方程进行一个更新吧 就是说,咱们现在它是不是有一个贝奥曼方程里边 我们再来看一下吧 这个方程是怎么说的啊,这个方程是不是说 当前状态的价值啊,等于下一步的价值和当前的一个即时奖励的一个价值啊 那我们就可以来写了,就让它是加等于 当前状态价值等于我们的一个,首先是有一个概率值 它的一个转移到下一个状态的一个概率 然后呢,再乘上一个东西,再乘上一个 第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当前的一个奖励 它的一个reval的一个值 然后呢,乘上一个reval值之后 还要加上一个,咱们衰减后的吧 就是有一个这样折扣因子吗 衰减后的一个下一个状态的一个值 下一个状态值等于什么 下一个状态值,咱们用这个v来进行表示 这个v里边就是装了咱们买所有状态的一个当前值 v里边比如说一会儿咱们就会构造一下啊 在这个v里啊,其实它是装了一些的状态值 然后呢,我们在这块就是一个discount discount里边我们要乘上它的一个v v里边咱们还没写,一会儿咱们去写吧 v里边我要传进来的是它下一个状态 把它下一个状态啊,它的一个期望给拿进来 那么现在啊,咱们就得出来了啊 当前我对于这样一个action 然后呢,能得到的一个 标门方程的一个结果是等于多少的 那这个写完之后啊 我们只需要我们看一下 在这两个循环,这个循环当中啊 是进行咱们取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把状态这样,再通过这样一个标门方程计算出来 这个循环呢,是说把四种啊 一个把四种动作都计算 都把四种状态都计算出来 那四种状态都计算出来之后 我们得到了一个a吧 就是四种状态的一个结果 这里呢,它是一个圆祖 就是南派的一个额坠格式啊 然后它里边有四个值 我们把它 return 回去就可以了 return 回就可以了 这是这样一个函数啊 就是说我们走一步 走一步进行一步更新 然后进行把它当前的一个a值拿出来 就是说当前这个action啊 咱们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走 然后呢,写完这个之后啊 我们再写上一个v吧 v就等于一个numpi.zeros 我们还是用zeros来进行处理化 就是说,咱们现在有多少格子啊 咱们现在不是有16格子吗 所以说16格子对应着16种状态 我们在咱们的环境当中 有这样一个变量叫做ns ns里啊,就标函着一共有16个值 所以说v啊,它也是个numpi.zeros的格式 它的大小就是等于14的 那有了这样一个函数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循环了 就是进行一个迭代更新 well true,咱们进行迭代了 在这个well true当中啊 我们就要不断的进行计算了 首先呢,我们让这个delta 它是等于0的 就是一会儿进行判断一下 有没有进行更新 然后呢,我们有一个action 有个action进来之后 我现在不是不知道往哪儿走吗 那我就通过这个函数啊 去算一下 通过这个函数啊,算一下 它是否能帮咱们算出来 走这四个方向 分别走完之后啊 它的一个奖励值是多少 走完之后就等于啊 走完这一步当前的一个奖励 加上下一个状态 潜在的一个简历吧 咱们就通过这个函数啊 帮咱们去计算一下 这个函数里呢 需要传进来当前的一个状态 当前的一个状态值啊 我们用s来进行一个表示 就是,我们还是需要在这写负循环 这个负循环现在没写 for咱们的一个s in咱们的一个range里边 对于所有的一个状态吧 所有的一个状态 它就是一个inv.ns 对于所有状态 我们都要进行一个 我们都要进行一个便利 然后呢,最开始啊 就是第一个状态 就是对应于咱们这里 0,1,2,3,4,5,6,7啊 每个状态 一个状态 一个状态 进行开始 对于第一个状态来说啊 我们先看一下啊 当在这个状态下 它的一个该怎么样去走 这样一步 然后呢 把当前状态传进来 以及呢 它的一个 就是整体啊 它的一个value 它整体啊 就是一个状态的矩阵 状态的一个值吧 就是咱们刚才 创建好的v再传进来 这个v里边啊 其实它存的就是 当前它应该怎么去走 那么这里啊 咱们先把a创建出来 a创建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算完之后啊 就知道了 对于当前一个状态 它分别走这四个位置 就是上下左右 走完之后啊 它的一个结果怎么样 结果有了之后 我是不是可以定义一个 best的结果啊 就是一个best action 最好的一步结果 最好的一步结果啊 best action value啊 它是等于一个 等于里面最大的吧 因为咱们是在求奖励嘛 哪步走了 就是走什么样的步 能使得奖励最大 那这一步肯定是 走的是最好的吧 咱们就通过这样 进行一个计算 然后呢 这个delta 我让它进行一个计算 等于max max里啊 我们来算一下 这个delta 然后和它进行 进行一个更新 就是numpi.abs 我算这样一个绝对值 绝对值里边呢 我们就用这样一个 best action value啊 然后再减去 我们当前的一个结果 当前结果里边是 又在v里边存的 v呢 把当前这个状态传进来 把s传进来 我就知道这个delta 它有没有进行一个更新了 那么现在啊 就是咱们现在把delta算完了 那下面还有这个vs vs应该进行更新了 vs啊 就是表示着 v它表示着有16个状态嘛 s表示当前状态 那么对于当前这个状态 我算完了之后 找到一个最好的方向之后啊 是不是你当前的状态 就要进行更新了 它应该怎么走啊 它就应该按照 最好的那个方向去走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在这里啊 写一个停止条件 就是 f咱们的delta 它是小于咱们刚才指定的 这个sit值 我就让它进行一个break 就可以了 brek 那么现在啊 咱们就完成了这个 咱们的循环 怎么样进行一个迭代 完成了循环迭代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 我们就可以写一个policy了 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架构啊 就是都迭代完之后 我们看 这个循环都迭代完之后啊 我就知道每一步该怎么走了吧 知道每一步该怎么走之后啊 我就可以把每一步的一个结果 显示出来了 还是等于numpi.zeros numpi.zeros 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 第一个是应该是有多少个状态 第一个维度是有多少个状态啊 然后呢 每一个状态有四个 四个方向可以选吧 所以说 第二个是一个 咱们的一个 我直接改成na吧 就是n个action 那现在咱们就构造了一个16x4的矩阵 就代表着 对于每一个状态 我应该怎么去走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再写上一个循环了 再for一下啊 咱们的一个for for循环 然后在这个循环当中啊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值 给它实际的传进来了 forS因咱们的一个runge forS啊 因咱们的一个runge 对于16个状态来说 对于这16个状态来说啊 我们先把它的一个a值 给它拿出来 就是说 咱们前面这一步相当于什么 前面这一步啊 相当于是一个迭代计算的操作 那现在这个循环呢 现在这个循环啊 就相当于 你不是最后已经迭代计算完了吗 然后现在啊 不是已经达到一个宝盒 不会再更新了吗 那这回我就把 每一次的一个action 再拿出来 算一下 我最终的一个结果 该怎么去走 我把这个东西传进来 unstep给它传进来 然后呢 传进来的还是一个s 传来的啊 就是咱们当前的一个s值 还有这个v值 然后呢 接下来我就可以找这样一个best action吧 跟咱们之前是一样的 这个best action就等于最大的那个值 奖励最大的肯定是一个最好的方向 然后呢 我们不是定义了这样一个policy吗 一个政策 然后呢 这个政策里 对于当前的这个状态 我让它是最好的那个方向的值 是等于1.0的 那其他的方向值是不是还是等于0的 那么我们看哪步它是等于1的 我就把这一步给它返回回来 不就可以了吗 然后呢 我在最后啊 我在最后的时候 我只要return一下咱们的一个policy 它的一个最终结果该怎么走 以及呢 它的一个v值啊 就是它的一个整体的这16个状态 它们该怎么走 把它返回回来 那现在我们就得出来这样一个结果了 把函数已经写完了 把函数写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让这个policy 然后呢 以及这个v值啊 它就等于咱们的这个迭代的这个函数 在这个函数当中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env咱们的一个环境传进来 那么现在啊 咱们就是已经完成了 现在就是说咱们是已经完成了这个代码啊 那么下面呢 咱们再来一步一步的debug 再来看一下这个代码到底做了一件什么事 现在啊大家只是从整体上了解了一下 咱们这个怎么样进行一个迭代 下面呢 咱们在debug啊 一步一步的去看一下 它是怎么样完成这件事的